那当然只有这一层还是不够细致 层次感还不够 所以我们再往上加 在这上面我们再加一个Fear Effect 不是Fear图层 Fear Effect 在这里我就可以在它的Uniform Color这边 我们可以去选取贴图 在这里我要选的是 这张 油漆刷 Paint Scratch 刷过然后刮痕的 在加叠上这一张 然后我们就开始再调它的参数 我们也可以按一下C看一下这张图的呈现结果 看起来首先是我的UV Scale要调整一下 因为原本的有点糊 然后注意就是这里不能开Tri-Planner 因为如果你在这里开Tri-Planner 它应该看起来就会 这个上面这里应该就会出问题了 把它拉远一点 看一下这里 这里 上面这一个 这边会产生拉扯的问题 就这一个像这种 因为这是Generator等于是3D贴图 那这种呢 它是Postedial 2D Map 程式产生的2D贴图 所以这一个贴图 我们就没办法使用Tri-Planner的重复贴图的方式 那底下当然我的UV这个差不多 我们可以开始看它的Balance的调整强弱 按一点对比度稍微强一点点 那这样子应该OK 好 但是现在如果你只有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我们按一下M回来 它只有这个出现了 因为现在遮罩里面 如果你按Auto键点这里 遮罩只有这一层 没有下面的Dirt 所以我们还要再做一次 叠层的方式 那这边我们这个叠的方式呢 是使用Lighter Max 叠合 当然你可以试试看其他的叠合方式 也许Linear Dodge 也是不错的方式 这里呢要哪个方式没有一定的叠合方式 按M回到材质 换个角度 按着Shift看光影 拉近一点 好 对现在又多了一些条纹状的呈现 把这个选到这来看 好 把这个关掉 到底它现在呈现在哪里 看不太出来 在这一层看 有了 有一些丝状的东西 那我们试试看 Lighter Max 效果不是很相同 所以这部分 一样的就自己去做调整 看我们要得到的是什么样的成像结果 总之太极端值都不会太好 大概有变化增加了层次感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回到这一层呢 在这里呢 其实这里一样还有这个控制 好 在我们的这一层 这个图层其实我们应该把它改个名字 叠加 叠加Roughness的层级 所以它的这一层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 即使我们开到最亮 它还是有 影响 好 它遮的 现在是最亮的是我们这层 底下不亮的是下面那一层 如果还记得我们前面的参数 大概在0.4吧 好 所以在这边 一样我们自己要找到一个还过得去看起来可以的参数 差不多 这样差不多可以了 好 那就要进入再加 好 再加 再加之后我们要回到这里 目前尤其有光泽的变化 而且我们用两张 两个一个generator the generator 一个groundge的paint scratch 去做它的光泽的变化 那当然呢 再增加效果才缺少什么 油漆的起伏 好 这种消防酸都是今年累月不断一层一层的漆上去 所以油漆的起伏还不够出来 我们要加上的是 再追加填通涂层 而这个填通涂层呢 我们需要作用的是 ColorRough Natal Normal L不用 但是它还少一个东西 所以我要把 这个拉出来 我需要追加的是 HIGH 好 那HIGH在哪里 这里 高度 好 我要追加HIGH 进来 这个Texture Setting呢 平常看你有没有放在外面 因为 我们的Backmatch Map 这件事已经做过以后 大概只有需要加 通道的时候 我才会把它拉出来 那所以现在其实 临时再加出来就好了 好 所以这里面这个呢 有一个HIGH 一个Rough 这个Rough 一样又有一层可以调 好 OK 那这部分 待会再来做修改 大家现在先丢着 我们要看的是 HIGH的这一层 好 那 首先一样的 它要有折兆 所以我们一样又再加了一个Black Mask Mask在它上面 然后呢 Mask呢 里面呢 再加一个Fill 因为我又要用一张图去做遮罩 好 一个Grunge的图做遮罩 那这张呢 我们要找到一张是黑白斑点的 尤其是那种斑点 Bn 斑点 Spot PoT 好 有 看到了 斑点 这些都是斑点 斑点 那我这边要选择的是 这三个都可以 我现在选 Spot1 好了 123其实都可以用 那我现在选择 这一个的Spot1以后 然后我要记得回去一下 看一下它的HIGH的参数 先调一下 HIGH没有启动 所以没看到 OK HIGH这个的参数 0就是没有起伏 负值是凹 正的是凸 那这边呢 我只要凸一点点就好了 好 有凸就可以了 然后它现在看起来蛮 粗的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回到 好 这边呢 我们要开始看它的 这个的Balance的控制 好 是不是全部都有 还是只有局部地方有 好 那你开太多 就会 那个 等于说那个油漆 涂了一层又一层 涂了一层又一层 然后又磨过 所以在这里 我们要找到一个 嗯 适当的数值 那当然是看你自己想要的质感 好 然后UV Scale 应该是要调整一下的 好 那这个当然比例上面考验你平常的 对事物的观察 好 就是你平常经过自己每次看看 它的 呃 这种的感觉应该什么样子 那样我也可以按C 调整对比度 我们还可以使用乱数 哦 这里产生一个 嗯 接缝点 好 好 那当然还有底下还有 啊 啊 Noise的参数可以调整 好 Noise Scale 调整一下 然后扭曲的状态 好 呃 因为我现在不能去开 这个是Grounder Map 好 呃 又是一个程序的 而的贴图 所以我现在还是不能开启 这一个 TriPlaner 这一个东西 又会造成这个问题 虽然可以解决掉这个接缝 好 你会发现有没有 这里有接缝 这里有接缝 但是 呃 应该是跟模型的猜UV的方式有关联 啊 呃 其实这个 前面这个盖子在拆的时候 是可以从这切一刀 呃 再补一下 一起展开 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接缝 好 那我们现在只能在 呃 呃 参数的控制上尽量做 避免 OK 好 那我们回到M 看一下材质 所以现在的整体的感觉是这个样子按的Shift 左边看右边看 有油漆的呃 呃累积油漆的质感出现了 好 那你就会发现了 呃 一层一层往上加 我们的程序的质感就越来越好 所以待会我们还要再加